玉里火车站出入人多 机车停车场的位置却有限 许多民众会停在老树下附近的空地 导致弃机车以及民众出入不方便 也相当的危险 玉里证明代表严玉坤在总咨询中 向正公所提出建议 希望公所能够跟车站来合作规划 能够将这个停车乱向加以改善 不仅给民众方便 也让游客感到势容的整洁 玉里车站出入口人口众多 机车停车场位置有限 许多民众就是会停在老树下附近的空地 导致弃机车以及民众出入不方便 也相当危险 玉里证明代表严玉坤 在总咨询的时候 向正公所提出建议 希望公所可以跟车站来合作规划 能够将这个停车乱向来做改善 不仅给民众方便 也让游客感到阵容整洁 以后如果在棚架设置之后 像下雨天车辆那些激烈的时候 那大数下就是一般旅客这边的 机车不是停得很多吗 那停机车停得特别的 那个停得很混乱 对 那我是要跟您再谈 再次的跟您谈 它的停车场 我们曾经建议过 我们要主动跟台铁来谈 是不是有干脆就由我们这公所 来出面跟它乘租 然后给我们的民众来使用 而不是让现在车站前面的这些机车 这些汽车 那停车是相当的混乱 停车相当混乱 那根本就下来来观光的人 来我们这边来来来拜访的人 一下预战之后就发觉 我们的市容是很很 不是这样乱是很混乱 这个这个我提了 在电视台会里面提过 提过两次了 我真的希望公所能够 试着出面来跟台铁谈谈谈 镇长则是回应 考量土地是交通部台湾铁路管理局所有 会后将与台铁预理车站 沿上后续处理方式 严育坤希望公所能够站在民众立场着想 另外车站前的红绿灯路口 虽然有设置红绿灯后置 但是后置灯都没有在亮 希望公所也能够关心车站前的交通问题 记得高松双预理镇采访报道 高松双预理